好 反观轮胎双熊现在是面临到原料 丁二锡的价格已经连涨三周了 可能会推升下游合成橡胶的价格 也让现在制造轮胎的成本压力大增 同时客户端这边又不断地要求降价 双重打击之下 法人机构又对振兴跟建大降频 造成昨天股价重挫 盘中双双被打到了跌停板 松罗帽拆解将旧轮胎大卸8块之后 再换上新轮胎 尽管换胎的需求不减 不过轮胎大厂振兴法术会上释出近期有降价压力下 让轮胎业的前景出现了疑虑 外资从上个星期开始持续减少持股 提前获利了结 振兴周一收盘股价罕见跌停 收在76元 连带也让建大的股价表现不佳 收在62.6元跌幅逼近6% 由于近两年天然胶盛产 加上丁二锡产能供给过剩 价格从2011年的最高点 每公顿4200美元 一路走滑到上个月最低点 每公顿870美元 跌幅将近八成 让振兴建大的成本下降 不过本周石化上游原料 最新的报价出炉 涨势最强的就是丁二锡 涨幅3.67% 报价来到每公顿1130美元 8月份累计涨幅 已经达到了22% 振兴表示下半年原物料价格 变动不会太大 应该与上半年持平 公司虽然也顺应趋势 调降轮胎的价格 但整体而言对于销售并不担心 而且相较欧美市场 今年更看好新兴市场的爆发力 另外建大也指出 原物料的价格先前持续往下走跌 有助于公司第三季的营运状况 更加优化 成本也渴望再降 而且现在已经进入 夏季轮胎的销售旺季 因此预期公司第三季的营运表现 将有机会较第二季再冲高 部分法人机构对振兴建大降频 但也有本土法人 看好振兴长期的营运表现 操盘建议可以等股价拉回之后 再逢低布局 东方才新闻综合报导 空间的营运表现 山丹 正在